200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六大闭幕后,68岁的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媒体称李瑞环因七上八下前规则,即67岁续任常委,68岁卸任常委的不成文规定退休。 同年11月18日至22日,政协九届常委会举行第十九次会议,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李瑞环在闭幕会上对三百多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发表退休感言让时光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2010年,李瑞环出版《务实求理义书》这篇退休感言被他选为序文,首次公开发表。 在这篇讲话中,李瑞环说,对中央要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接受。 痛痛快快地响应,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他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心雄开阔,顾全大局,这是对他的鼓励。 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保证支持拥护新班子绝不干扰,希望有一个安全安全的环境安度晚年。 这次会议开个很好,活跃有序,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中共十六大文件精神,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叶选平副主席就九届正协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报告。 会议期间,一些同志不时地通过各种形式询问我的工作情况。 不少同志希望见个面,谈一谈,因为约的人多。 十,肩有限,见谁不见谁也不好定,所以一律没见。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利用这点时间,集中谈一谈我的事。 我不知道我所谈的到底是不是你们想知道的。 中央决定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欣然接受。 我认为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在老家拉过离,中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都干过。 我大概十四岁开始织布,我记得那时我的个儿小,织布的座基板高,脚够不着,家里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凳子。 十七岁时,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给木工搬扫爆花。 当时有个木工工长,名叫王席田,他说我很灵巧,让我学木匠。 我就这样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我当工人十五年,包括做班组长,施工队长,突击队长,都是不脱产的。 在基层系列做领导八年,包括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当委书记等等。 在局级岗位干了八年,包括任副局长,局长,建委副主任,北京基建指挥部总指挥,是总工会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在部一级及天津直辖市干了八年。 大概是一百个月,在中央工作了十三年。 加起来,我总共从事各级领导工作三十七年。 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普通的木匠,能在领导岗位工作这腰长时间,能被提拔到这腰高的职位,是党汉。 人民培养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 有人说这是空前的,即使不会绝后,起码也是少有的。 我常想,过去在像我这样职位上工作的都是些何等的人物。 我是跨三届的政治局常委,两届政协主席。 政协主席,我算第六任。 大家知道,第一任是毛主席,第二任是周总理,第三任是小平同志,第四任是邓大姐,第五任是李先年同志。 许多革命前辈出生入死,战功显赫,建国以后或默默无闻,或职位不高。 当将军,当部长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 每当想到这些,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唯恐因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给党和国家的工作,给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